由于私人的就是尹锡悦夫人的一些丑闻 再加上朝鲜半岛朝鲜目前的情势 尹锡悦完全清美的立场 这使得韩国这一次的国会选举 执政党大败 大败的情况里头 反对党大赢了175席 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执政党拿下了只有108席 差了67席 韩国的政治斗争向来非常的惨烈 又很激烈 也许未来三年 他的任期总共五年 现在只过了两年 未来三年大概所有的政策 都会面临非常激烈的斗争 而他的总统府办公室里头 从总统府秘书长到行政院的院长 他们称为叫国务院的总理 到政策室市长首席秘书全员 都请辞下台 谢谢收看今天文签的事业周报 文签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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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